月壁一公頃這樣子 結果後來開發還是用一公頃去開發 那環保團體就提出訴訟 就敗訴 敗訴之後呢 就是環保團已經勝訴了 台東縣政府敗訴了 敗訴之後呢 台東縣政府就開始 好 沒關係 我就把一公頃就做六公頃 重新做環評 是一公頃 之前一公頃就是飯店主體那個地方 已經敗訴了 環評已經不能過了 照理來講就違建要拆掉對不對 台東縣政府就把他畫一個更大的圈 沒有 我們要 這次要六公頃 我們重新做環評 六公頃 然後當然環保團體又去提 結果六公頃他也敗訴 環評無效 然後那個台東縣政府就繼續的做 不管你繼續的做 狀況是這樣子 然後環保那個什麼 那個台東縣政府就講說 一公頃我不算了 我重新畫 我做的是包含這個東西 問題是你一定是違法在先 已經是 你怎麼還可以先把它畫起來呢 當然 那個台東縣政府說 這個部分 因為都被蓋了 卡掉它很保守 很怕算 台東縣民也有很多人都是用這樣的一個心態 好 可是 我必須要這樣講 如果 今天台東縣政府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如果你是獨立的國家 你有自己規範你的法律 什麼東西都沒有關係 可是對不起你不是 你是中華民國 你是台灣的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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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這個樣子嗎 法 他們都破管了 然後你就是不理他 你就硬要照我們的方式做 有這種道理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回到一個很簡單的理的問題 好 如果我把它用一個比喻來看說這個狀況是怎麼樣 如果一個殺人犯 他另外殺了一個人 被判周身監禁 三審定宴 就跟美麗灣一樣 一公頃 三審定宴 這是錯的 好 他被判三審定宴要周身監禁 可是呢 法務部說他無罪 就跟台東憲政府說 一 不違法 原因是什麼 法務部說 我們現在開始同意他可以一次殺六個人 台東憲政府說 我們現在一公頃不算了 我們要做六公頃 就是同樣就是這個道理啊 他的邏輯就是這樣子 這樣通嗎 可以這樣子嗎 你殺了一個人 你們 都三審定宴了 你應該就要拆掉嘛 應該要去執行了嘛 可以講說 不 這個不算 我們不要重新劃六公頃來做還品 難道他說 沒關係 我們現在重新規定他可以殺六個人 所以殺一個人不違法 有這種道理嗎 美麗萬就是這個邏輯啊 更奇怪的邏輯是什麼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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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產業人頭紛紛站出來大聲講出他們的聲音 這給你嗎 拜拜 這個按鈕 這給你嗎 這是我 本位主代表 關訓公會議事長 還有先生和議事長 請問說 我們今天抗爭 拜託我們大家這麼關鍵起來 把這個事情做好讓台東 留了一出來美麗的換電話 拜託我們的煩惱 我都搞不清楚 這個外星市對台東怎麼那麼熱衷 台東現在的政策他們怎麼都沒有來講過煩急話 他們如果這麼熱衷 我就建議他說 把這個合規要送給他們 他們需要這些東西 台東要有一個比較正面的飯店 我們要接受這麼多這麼透霧 外地人來跟我們參雜在一起 實在很悲哀 這群產業界的龍頭也都表達 台東需要產業公開發展 也希望外界能回歸專業理性的合法環體程序 因此才能主動號召在地人站出來 主人牆來保護環體委員審查 我希望我們台東 台東人站出來 把外地人 我們把阻擋在外邊 不要讓他們 干擾環體委員審查 他們正常的環體 為什麼 為什麼台北人 因為支持和反對的團體都有申請入圈 警方也全面停止休假 出動三四百位警令 嚴陣以待 防止雙方到時會有暴力衝突的發生 東台新聞陳敬業台東市報導 有沒有道理 哪裡沒有道理 哪裡沒有道理 因為 不會因為蓋了一座美麗灣 台東的發展就變老 然後 也沒有說他們不會蓋美麗灣 但是他們就是蓋在不蓋蓋地 其實這個狀況很多人 對美麗灣這個狀況不了解 講的有道理啊 台東需要發展啊 要進去發展啊 有沒有錯 沒有錯喔 你能否認台東不需要經濟發展嗎 你誰可以否認 現場誰可以否認 沒有人否認的 我百分之兩百支持 台東要經濟發展 不只你台東 要工作機會 台北也要啊 彰化哪個地方都要 每個地方 這是沒有錯的 這樣講有沒有錯 沒有錯 要經濟發展 要工作機會 這絕對都是全台灣任何一個行為 都需要的 迫切需要的 有沒有錯 沒有錯 可是難道蓋了一個美麗灣 就可以讓台東的十月裡 降到了零嗎 經濟發展馬上飆升二十個百分點嗎 不可能嘛 又來了 就跟那個 合適的那個邏輯一模一樣 他要找出 因為要經濟發展 然後要工作機會 所以我們需要美麗灣 那如果是這樣子 美麗灣的老闆來做管督就好了 台中館這麼多年 這麼多年 你們怎麼都沒有做好 一個美麗灣就可以執政了 是這樣子嗎 這個邏輯是這樣子嗎 這不合乎邏輯 不能畫上等號 這是第一個 所以 我們又看到 拿到一個所謂的經濟發展 來扣上 這個美麗灣 一個違法的 一個建築物在那邊 違法的開發案在那邊 又來了 都是用重账言法 好 另外一個部分 他是在環評前一天說 不能讓那什麼環評委員 要做他次大的那個 要聽見民眾的聲音 請問一下環評 什麼叫環評 超公正 超人的 當然每個評都要做 好 什麼叫環評 環境影響評估 環評叫做環境影響評估會議 可是他們講了那麼多 給環評委員聽是什麼 經濟就業影響評估會議嗎 這個邏輯是不通的耶 你要經濟發展 要講給那些環評委員 拜託耶 我是要看說 這個建築物 這個開發案 會對環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而不是說 他會讓 有多少就業機會 或如果沒有這個東西 會影響多少就業機會 不要混淆了 我們常常看到 官員就是用這種方式 這種手法 這種手法會給他們 環評耶 跟你要講就業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你講的有沒有錯 沒有錯 譬如是這樣子 常指以來 我們任何一個議題 遇到的狀況 都是這樣子 好 好 要講媒體壟斷 還是要講一下 沒有 講到邏輯的